记者杨国文台北报道,桃园市离婚妇人张灵竹,因年及旧情照顾离病几乎失明的前夫,不料张富独立工作养家,前夫竟对他长期家暴,张富情绪失控在牛奶中掺入农药给前夫喝毒杀他后自首,一审被依杀人罪。 新判四年二月,高等法院金开言辞辩论庭,原本坦诚杀人的张富,因日前精神鉴定出卢氏他有忧郁症且受压力下犯案,他今改口称只是要教训前夫,数度气宿遭家暴的委屈,并无杀人反义,两子女也当庭求情,只权家人动辄被父亲殴打,母亲很可怜,请求判他缓刑, 定本月十六日上午实施宣判,高检署检察官亭莫指出,一出庭的张灵珠儿子,女儿证词,可以认定张富杀夫是因长期家暴而注下杀人大错,上署刑有可原,相关事证显示出,张富乃故意在牛奶中加入农药那乃得给前夫,对他喝下后造成死亡结果应早有认知, 他改口谨细教训前夫,并非事实,但同意法院在量刑上,可酌情减刑,现年55岁的张灵珠,与大他6岁的前夫黄瑞腾,育有一对子女都已成年结婚 张富十八年前与黄南离婚后,原本开拖车为生的黄南患有糖尿病,五年前因视网膜玻璃失明无法工作,他不忍黄南无人照料,搬回桃园归山与黄南一起住,打理三餐和照料其生活,并以当作业员收入养家,但黄南不敢激他的付出,不仅常常乱摔东西,更会出手打他,他一再隐忍。 2015年2月3日上午7时,张富帮黄南做早餐,但黄南不可以,竟将餐具,食物全摔在地上,张富忍无可忍,拿出很久以前买来毒狗的农药 那奶的药粉,加入牛奶中给黄南喝,黄南喝了一大口后警觉味道不对,大声斥责张富,随即口吐白沫倒在椅子上挣扎 上午8时30分,张富经见黄南已无动静,打一一向警自首我杀了人,并通知子子到家中陪同,景霄赶到后发现黄南倒在椅子上,口吐白沫且气息微弱,张富则在椅旁不断哭诉他一直虐待我,景霄将黄南送椅仍不至。 好,谢谢。